如何折向日葵 展开 第二步,将一组对边向中间对折 第三步,将另一组对边向中间对折 展开 第四步,此时指为一个长方形 被折痕分成八个小正方形 将左右上边第二个小正方形的里边向下翻折 使之与第二个小正方形的下边对齐 将竖起的部分压平 将纸旋转180度同样操作 第五步,将上下左右四个三角形从中间撑开 压平,成为四个正方形 第六步,将右上角的小正方形的底边和左边向中间对角线翻折 展开 展开 第七步,将小正方形撑开 以上部形成的折痕为封痕 将四边向里翻折 弄平整 弄平整后将形成的图形向上摊平 将指依次逆时针转90度 将剩余的三个正方形同样操作 第八步,将四个尖角中间的三角向上翻折 第九步,将四个尖角向下翻折 第十步,将另一张小正方形纸横竖画满格子 插入刚才完成的折痕中四个尖角之间 盖住中间四个尖角 这样向日葵的花朵就完成了 第十一步,将小正方形纸对折 将其中一个尖角向中间翻折 第十二步,将纸翻折 使最长边与最短边重合 再将这组对边依次对折 这里要将折痕加重一些 第十三步,将纸展开至直角三角形 以一个尖角为顶点 将斜边向上翻折一小部分 第十四步,将纸展开 将两个直角向后翻折一部分 再将形成的角向后折叠一部分 这样一片叶子就做好了 再用同样方法折一片叶子 第十五步,用双面胶或者用胶水 将叶子和花朵组合在一起 一朵向日葵就完成了 你知道吗? 向日葵从初苗到种子成熟 所经历的天数 一般为85至120天以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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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 您 changing 您的家传绑 一步,将军订阅 您的家传绑 一步,将冠绑 、五月